淑霞, 我知道你到死那一刻 最想念的是那件事 不過你放心, 我終於解決了 我一定可以帶著這個秘密入棺材 你當年為了我, 盛受這麼大的委屈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 我一定不會犧牲你 你對不起的人 不只你死鬼老婆一個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我有合理的理由懷疑 你用盡方法阻止你一家人去爭取家產 不是你所說的那些什麼保護他們的私隱 一家人和諧, 不是 你搞這麼多事情 無非是想將你所有的合法 交給你的情人? 你說什麼? 我初初以為你變態在搞亂 原來根本你們倆就沒有血緣關係 你是律師, 你小心說話 這份DNA報告證明Angie不是你親生君子 我不知道你的報告在哪裡得到 總而言之, Angie一定是我親生的 在派對那天我拿了你那本東西 和Angie那本東西的DNA 猜得不明白了吧? 你不想增殘 就因為怕事情鬧到上課的時候 你家人互爆陰毒 一分鐘連Angie的身世都爆出來了 Angie的身世是怎麼與你無關? 不是, 但你用調解來玩我 就與我無關 你壞得連我兄弟也玩了 搞得我們兄弟倆翻臉 很多時候你心願 讓你擺放上桌子 叫他夾著爆光納送你的耳朵 你的耳朵沒過境 要不然監督就讓他們坐 他看見你幫得過才沒那麼大險 你竟然玩他,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聰明的 你今天來找我說這麼多話 無非都是想奪回補償的 你要多少?你開個假? 我是真心為兄弟 我不會讓你買兄弟 我給你五千萬 不要跟我說錢 我給你做地高國際首席法律顧問 我不是 再加一億現金 爸爸 好 胡先生, 有件事我和有力叔想來想 都想不明白 所以特地來請教你 這件事是關於這位胡太太 我記得在二十五年前 我看到她是Angie的親生媽媽 我看到她是Angie的親生媽媽 我翻查過當年的新聞 當年地高國際被一個東南馬富商追擊 你差點弄得破產也不行 但是來幾乎沒事 如果我沒猜錯 應該是你這位太太犧牲了自己 別人敢放過你 Angie今年二十四歲 如果我沒計錯她的生父 很大機會就是這個東南馬富商 好, 原來胡先生你搞這麼多事 就為了阿琴你賣妻求名的醜事 夠了… 你一個一個給我閉嘴吧 老手成路嗎? 琴手你知醜的嗎? 我不覺得 我親眼看見你幫Angie 戴了臉時, 乾脆油 擺明她不是你親生媽媽想搞她 不是吧? 是啊 不要胡說, 不是啊 你這麼好死被主席Angie做的 擺明早就搞了別人當補償 什麼? 你就是靜人渣 不是啊…不是這樣的 我一心想保護Angie 我跟她沒有做過不見得過的事 我心裡就只有淑嫻一個 而Angie她越大就生得越像淑嫻 我心裡就是顧著淑嫻 所以一時才會不小心 當了Angie是淑嫻而已 我冒心的, 我…我只關注淑嫻 裝作弄 綾綾 綾先生… 楊榮, 爹地, 莫非榮 爹地 我已經聯絡了美國兩個老科醫生 正在飛過來的 你很快會傲回 爹地… 你不可以有事的 我最愛的是你 你不可以就這樣丟下我不管 真是你 你真是相信那個烏龜榮說話嗎 反正她也沒機會再試我 不過你就傷心地高國際首席法律顧問 還有一億現金都見財化碎 臉子也挺靈的 不是, 你沒心願意 有的, 三秒吧 不過相信不需要很久 靠我自己的實力 賺回來的不僅是這條傢伙 那你要盡你的能力 盡你的所能, 遵守吧 我喜歡她, 因為她是好女孩 那是 我怎麼猜到她有個這麼狡猾 弄得連你也老貓瘦瘦的爸爸 所以說人家的思想也很複雜 她背後真正的立場是怎樣 只要她自己才知道 所以我經常都說 只要盡自己的能力 調解的結果是怎樣 我們控制不了的 調解的糾紛, 幫到人就行了 但我最討厭就是無法控制 這件事我是接受不了的 你第一次出來做調解 弄個結塔坦 我想你也打退堂鼓 我打算回去做律師吧, 好嗎 是嗎 你認識我這麼久 也知道我喜歡挑戰高難度的 你是勸我不做 我是都要做 除非你跟我搶你生意 所以說, 這個世界分分鐘都有糾紛 我一個人都要得了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Subscribe吧 MING PAO CANADA